《明述记》第30章 摩西告诉以色列人众支派的领袖 这是耶和华吩咐的话 如果人向耶和华许愿或是启示要约束自己 就不可食言 总要照着自己口里所出的一切话行 女子年幼还在富家的时候 如果向耶和华许愿要约束自己 她父亲若是听见她所许的愿和约束自己的话 却对她默不作声 她所许的一切愿和所说约束自己的话就为有效 但是她父亲听见的时候 如果阻止她 她所许的愿和所说约束自己的话就都为无效 耶和华也必赦免她 因为她父亲阻止她 如果她已嫁了丈夫 她许愿或嘴里说冒失话约束自己的时候 她丈夫听见了 但在听见的时候默不作声 她所许的愿和约束自己的话就为有效 但是她丈夫听见的时候 如果阻止她 就算废了她所许的愿和她嘴里所说约束自己的冒失话 耶和华也必赦免她 寡妇或是离了婚的妇人所许的愿 就是她所说约束自己的一切话都为有效 如果她在丈夫家里许了愿或用誓言约束自己 她丈夫听见了却默不作声 也没有阻止她 她所许的愿和所说一切约束自己的话就为有效 但是她丈夫听见的时候 如果把这两样都废了 妇人口中所说一切关于许愿的话和约束自己的话都必无效 她丈夫已经把这两样都废了 耶和华也必赦免她 妇人所许的愿和刻苦约束自己所起的事 她丈夫都可以确立 也可以废去 如果她丈夫天天向她默不作声 那就算是确立她所许的愿和所说约束自己的一切话 因为丈夫在听见的日子向她默不作声 就使这两样生效 但是如果丈夫听了很久以后 才把这两样完全废去 她就要担当妻子的罪孽 以上是耶和华吩咐摩西的条例 是关于丈夫与妻子 父亲与女儿 女儿年幼在复家的时候的条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